像这边,刚刚同学就有遇到问题 就是,它全部其他都OK,那只有一个不OK 那不OK的话可以怎么做呢? 当你可以重新再把它定义 如果有的时候印象中应该会盖过去 那有的时候好像也不完全 所以如果说你要确定是不是能够盖过去的话 接下来你可能还要再延伸去学习 刚刚的定义名声之外 你可以再学习怎么去修改你那个名称的位置 那它的位置一定记得是放在那个所谓的定义名称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公式里面 有一道名称管理员的东西 名称管理员 OK,那我如果想知道说我定义的名称到底是否错误了 或者是怎么去修改 那你可以切到那个名称管理员里面 那比如说你可以针对刚刚错的这个 像最常购买的这个 那你会发现它只参照到的 就是它这个范围参照到的参照到AB2这个位置 OK,所以参照到这个 那当然它是一个储存格 所以带过来的就没办法查了 所以怎么办呢?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你把它删除重做 OK,这边一起有个删除 你可以删掉它 好,要不就是你可以把游标放在这里面 把里面的参照到的范围delete掉 然后做什么呢?重新再做正确的选取 比如说我在选哪一个范围呢? 选这个范围 然后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个范围 再把它打个勾就可以了 OK,就是把这个范围选正确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有个打勾 你就把它打个勾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 完成之后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它关闭之后 那刚刚的问题应该就马上解决了 有没有,马上就解决了 OK,那实际上 你刚刚同学比较容易不知道为什么翻出的话 其实最大可能还是不太习惯用这个函数 叫做indress 这个函数啊,但一般同学可能 甚至有,应该有 有同学应该是第一次使用吧 这个函数其实有时候还蛮好用的 因为它除了说可以帮你抓某一个储存格之外 它也可以帮你抓某一个范围的资料回来 但特别是因为它现在这个范围 刚好是需要的是一个table array 所以你刚好就可以用这个indress 直接把那一个定义好的名称放到这边来 那个名称的话,刚好它的栏列名称 也刚好就是上面两个字 就刚好是它的定义好的名称 所以以后哦,如果假设你们大概公布 因为将来资料很多地方都会有类似的对应关系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可以像这个地方一样 快速的向右向下一次完成的话 那其实可以把这个地方好好的了解 然后找找看什么类似的方法 应该蛮多的,就是一个对照表 然后以后的话用名称去把资料带过来 OK,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函数的话哦 当然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来做的话 恐怕应该还是蛮大的工程的 有没有,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就真的,还真的不容易耶 有没有,以前怎么做 一个一个来 所以蓝数多的话 你每个都不一个函数 每个都不一次 但没办法像现在向右向下 一起呵成 OK,其实还蛮快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刚刚同学遇到的那个问题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可以去做,帮你把那个范围 做重新的修改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已经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哦 那原来的定义好的编号 在第一个来,第一个工作表 第二个工作表 这是我们要的 这个最后的结果 所以呢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做完之后 那再来的话 请各位哦 也许可以试试看 后面的话我们有一些练习题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做完这一件事情之后 假如说我要做出哦 呃 各个这个 比如说统计资料的 像包含什么呢 包含 选取的项目的 除了百分比之外 我还要统计出 它的人数 就是说这个来 假 我们之前 要不就是人数 要不就是百分比 那如果说你要两个都要的话 哎 两个都要的话 也就是百分比跟人数哦 我都希望 让它呈现出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 我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哎 比如说设计类的杂志哦 到底那个 性别啊 还有跟它的收入 到底有没有相关性 那其实可以利用一些交差分析 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那当然 那些调查 一般是这样啊 就是现在应该 比较少人用纸本的 不好像还是 那输入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 还是用编号 对应关系 像刚刚的这个东西 那如果我取了这个资料的话 我要怎么去转化 像刚刚这个地方 先定义好名称 然后名称管理 就刚刚有讲过 公式 名称管理员 可以去做修改 那刚刚的这个公式 Internet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们已经做好 这个 我们要的资料 那再来如果我今天希望 统计什么呢 统计这个资料里面 这个比如说 第一个 我希望 性别 性别所占的比例 年龄的分布 还有职业类型的占比 那占比之外 如果我还希望 能够有那个人数的部分 就等于是两个都要显示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也许先把刚刚的那个 这个 名称管理员的部分 先了解 那并且 先稍微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出 像 八十五页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再来看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如果有两个同时出现的话 其实第一个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年龄 那性别部分 那如果你要针对性别去做 这个 枢纽分析的话 第一个 当然一样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 那个 枢纽分析表 这个做完之后 其实这个做完之后 很多事情就变简单了 所以 插入这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呢 可以把这个总表给选起来 接下来的话 针对性别 OK 性别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它自动会帮你筛选出来 性别 然后呢 再把性别的这个资料呢 放在值里面 OK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 它会 因为性别里面只有文字 文字会帮你做那个 技术 OK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的这个栏位 这个出现的第二个栏位呢 假如说我今天 希望 显示是百分比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其实 把这个地方 再做值的栏位设定 然后呢 像刚刚讲过 可以把它改成 所谓的值的显示方式 再把一般 值的显示方式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总计百分比 或者总和百分比 然后按个确定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 就帮我把它改成 所占的比例 所以这些问占调查的结果 里面做问占的好像男生居多 总共百分之五十八 OK 女生大概占百分之 应该四十一吧 或者把它取得整数 不要小数点 不要让它出现 OK 取得整数 男生大概快占六成 女生占百分之四十一 OK 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除了说 我想要看到比例之外 我还想看到就是它的 总共 到底有几个的话 其实各位可以再做一件事 如果你这个地方还要 除了比例之外 还要有数量的话 其实你可以再把什么 性别的这一个栏位 再拖拉到值的下方 也就是说你可以做两次 再拖拉一次 有没有发现 但是你把它拖拉下来之后 它会再多一个C栏 但问题这个C栏里面 它变成预设 这个格式你会发现 出来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数量才对 可是它出来 其实它怎么长得怪怪的 而且这个占比还百分之一万五 这数字这么怪怪的 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格式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点击 第二个 然后值得栏位设定好了 它项目个数应该没问题 然后值的显示方式也没问题 这边好像一般也没问题 可是呢 它为什么显示出来的结果不OK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实你还可以再做一些设定 哪些设定呢 你可以针对格式数值 OK OK 它里面的话应该是150才对 里面150 可是 它显示出来的结果 再把那个格式 稍微再改一下 应该是这个地方的格式 它已经变成百分比了 所以把它恢复一下 所以把它恢复一下 这个 储存的格式 它变百分比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它原来的数量 它还是再把它改回 所谓的通用格式 按确定 OK 那就恢复成正常的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它就可以有一个是百分比的栏位 一个就是数量的栏位 那可以看出 总共他们 发出去总共150份的问卷 然后比如这个 所做的调查里面的话 性别 大概就是 男生女生的数量 也可以显示出来 OK 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把这个 显示的结果 给这个 把它做出 那其他的话 也许 可以再针对 像是年龄 或者是说 教育程度等等 也许再把它做个 这个 其他的分析 那跟我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书纽分析的话 一个工作表 它只能放 一个书纽分析表 它不能放多个 所以如果你要 再分析别的的话 要不就这样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干脆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表 做完的 比如这个是 性别统计 假设我要统计 下一个是年龄的话 那我比如我这边 改成性别统计 那我下一个的话 也可以 也许可以把 把这个再 把它放到最后面好了 这样 再把它拖拉一个 Ctrl 键按住 一样呢 把这边改 这边改成年龄统计 好了 OK 那只是说里面的资料 现在还是性别 那你可以怎么办 把这个性别移掉 然后把它放年龄 重新再更换一下 自换一下 那这个性别也这样 把这个性别 自换成什么 这个也把它自换掉 自换成年龄 再把它重新拖拉 把它放到底下来 OK 然后 格式 如果不OK的话 像这个也是一样 它拖拉过来 一样会 没有变更到 所以呢 可以把 二个一样把它改成 所谓的总和百分比 一样 这个把它先 秀出它的百分比 按个确定 然后 这个地方的格式不OK的话 一样再按右键 把它的那个 这个 出现格式 把它改为通用 按个确定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有关年龄方面的统计 那再来的话 也许你可以针对性别 年龄等等 也许旁边 也许试试看 再把它增加一个 枢纽分析图 也许这个图部分的话 我们再把那个 看也许你可以再换成别的图 也试试看 那如果你要 让它换个比较 不一样的 也许你可以换成立体的 这个圆形图好了 OK 然后呢 选这个按确定 然后可以把这个 性别的部分 就是把它改成立体的 把它放旁边好了 OK 我们就不要另外再放一个 然后里面的话呢 跟之前应该也会是 遇到一样的问题 OK 这个 第一个 它的 这个 标签部分 可能要加一下 所以 资料标签 中点外側 或者 这边还有个 所谓的最式化 它也可以自动 调整它的位置 但是它最式化 还是会放在里面 所以 如果你要放外面的话 恐怕还是 中点外側 按右键 然后可以把 资料标签里面 把它显示什么 显示 类别名称也打勾一下 那因为 值的部分 它本身就已经是百分比了 所以如果你在百分比 它好像 结果应该会是一样的 百分比跟百分比 你会发现 本来是百分比的 所以你在百分比 其实 有改跟没改是一样的 所以 原来的值就可以 按关闭 然后 并且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 男生的部分 他跟女生的这个区块 可以把它分开来 那分开来的方法 跟刚刚原型图一样 先点一下 选整个 圆形图 再点一下 男生的部分 ok 然后再向外拉 这样的话 也可以把它做成 立体的一个 分裂的圆形图 看起来好像 诶 这个效果又跟 平面图 感觉又不一样 ok 相对比较花俏 还有 甚至 像这个 立体的圆形图 它还可以转角度 甚至还可以 我印象中 好像还可以调厚度 只是说我觉得 那个部分 还可以调颜色 上面的颜色 其实可以调整 只是说 我觉得那部分 有点太花俏了 就算了 因为其实我们 重点应该不是在 颜色上面 主要是先把 效果先给做出来 所以其他部分的话 也许可以再试试看 除了性别 年龄 还有什么呢 可以看得出来 年龄的占比的话 最多的比例好像是 以 像是 36岁 16岁到30岁这个 range ok 那也是 算是 收入的阻力吧 ok 然后再来是 31到45 15岁以下的话 大概占比是 大概22个吧 ok 所以 其他的话 可以大概再了解一下 这个 文件资料里面 假设我想 还想知道什么 像他们 教育程度 ok 所以这边的话 也许再把那个年龄 再把它改一下 教育好了 那一样 如果你要 直接复制过来 数字直接改 比较快 那你可以把教育程度 拉下来 把这个技术的 教育程度把它拉掉 然后再放一下 教育程度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就把这个 存在格式 改成通用 然后呢 再把这一个 第一个 百分比一样把它改一下 就是 这边把它改成 就是 总 总和百分比 ok 然后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以这个问卷来看 填问卷的 数量最多的 第一个 应该还是在 大专 那其次的话 就是 大专以上 那研究所 ok 其他 还有 大概 国中 国中其实也 不算少 22个 然后再来就是 高中 其他的话 相关的我想 这样 收入部分的话 也许可以再把它统计 这样收入统计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半分比较 转向 转到 转到 转到